现在是今天台北早上的7点38分整 你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张宛如 我是谢嘉欣 刚刚我们谈到选举昨天最后一个超级星期天 如果关心选举的民众的话 也看到了这三党的候选人 几乎是占领了我们新闻各大版面 像今天早安台湾 我们从第一则为大家选的新闻 一直到此刻都在谈选举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 这个时候已经快受不了了 就是身心状况一开始受到影响了吗 是的 这个特别大选前一周各式各样的讯息 让不少支持者看得心情起起伏伏 那有些是我支持的候选人 那现在怎么进入了紧张状态呢 我心情就开始荡到谷底 那有些人是很激情 就觉得说我支持的候选人表现得非常不错 所以各个造势的场合我都要去深渊 是或者是说你为了你觉得很好的理想的支持者 在跟你的亲朋好友拉票的时候 反而产生了一些口角影响了你的人际关系 对这都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此刻 今天礼拜一来跟大家来谈这个选举政后群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该怎么样来缓解呢 是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雄师范大学 资商心理与附建资商研究所的所长 那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资商心理师全联会的理事长 这个徐希森老师 徐老师早安 早安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是老师我们来先跟大家简介一下 这个选举政后群 过去我们听到这个词 大家就想要 对 你可能会因为太关注选举而影响了身心健康 但具体来说要怎么样去定义它呢 是 我想人都有七情六欲啊 那看悲剧的电影会掉泪 然后喜剧的电影会开怀大笑 所以任何一件事对我们多少都会有影响 那当你过度投入一件事情 包括像对选举新闻的关注等 当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或者是让我们的心理呈现一些起伏的状态 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 通常我们可能要留意一下 到底这些事件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心理 或者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 那为什么这个关注选举会引起这个身体或心灵上面的不适呢 是 我想任何一件事 陈如我刚刚说的 比方说你喜欢运动 可是你过度运动也会不好 那同样的我们关心选举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过度关心选举或者是经常因为选举而让我们的生活受影响 当然可能就要值得重视 所以就是太过投入的话 这个太过于不及呢 其实都不是很好的 因为当然太投入太超过的话 其实对于自己的心理状态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所以就老师您所做的临床第一线所进行的了解 是不是有哪一些症状在此刻可能会发生 是 我想 听众朋友可以去思考或者是关心你周遭的人 刚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出现比方说焦虑 那失望 愤怒 不满 那甚至可能因此而引发他食欲不振 失眠 或者经常容易跟人家发生口角 就像刚刚嘉欣乃如你们说的 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那有时候甚至会可能一个人自言自语 背着电视新闻开骂 或者是 或者是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常常心不在焉 然后想到选举 那我就曾经看过有民众在公园运动 那前一刻遇到他支持的候选人 来拜票的时候 他会跟他喊加油 然后陪着他到处走去拉票 可是在下一刻 另外他讨厌的不支持的另外一个政党的候选人 他很明显的当他来拜票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 你没看到我在运动吗 就反应态度差很多 对所以你就很明显的看到说 他的生活 他的心理 他的人际 他的行为反应 其实都乱了谱了 因为正常的人来说 我比如说在公园 遇到很热情的人来跟我握手 跟我聊天 我还是通常都会做一些回应 比较不会像老师刚刚所说的 直接表现出负面的回应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已经出现这种比较非理性 或者是跟平常的行为反应完全不同的时候 那特别是因为选举所带来的 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做他就得了选举政后群 是老师那有哪些类型的朋友 他们是这样可能比较容易得到这个高 这个选举政后群的高危险群呢 我想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就是对政治非常狂热 他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 或者是政党的喜好支持的人 这一类最明显 第二是他本身个性就可能是比较偏激 甚至反社会性格等等 那这一类的人通常遇到一些 他不喜欢或者是讨厌 或者是看不顺眼的一些选举人 或者是选举的新闻 他当然也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当的行为 那第三类就是说 他平常可能是属于压抑型的 或者甚至他可能有一些精神疾病 或者慢性疾病 那当遇到这种选举刺激越来越多 比方说他可能晚上会睡觉 那他其实是因为他早睡 但是候选人可能的宣传车会盯过他家 那他睡不着 那受干扰 他很可能就因此而发飙 所以大概是这三类的人 最容易产生选举政后群上升 听起来有一点严重了 就是这几类的人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 此刻毕竟是已经选举最后一个星期了 如果我有这样的现象 我该怎么样去缓解 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要陷入这种高低起伏的情绪 是是 我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经常有时候有一些朋友 或者有一些个案当事人 他来寻求我们心理智商的时候也会问 那我很喜欢用的这个五个字的口诀 就是同理心应对 就是说不管是选民或者你周遭的人 当出现类似这种很狂热的对选举新闻 或者对政治的选举非常过度投入 热衷甚至引发心理失衡 这个认知失衡 生活失衡 或者角色失衡的现象的时候 那我会比较建议是 第一个是同 就是指尽量鼓励他 或者是帮他选择 就是去看那种同立场的资讯或媒体 就是去接受同样立场的资讯或媒体 当他无法拒绝这种所谓的选举新闻的诱惑的时候 我会比较鼓励说 不然您就去选择 比较是跟你接近同样的立场的一些新闻 或者是一些媒体去收看去阅听 这样至少来心情比较不会受到波动 跟影响 或者是生气这些负面情绪 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产生了 是没错就是这样 因为一般来讲刺激 也有所谓的正向刺激跟负向刺激 那你看那个不同立场的新闻 或者是一些不同立场的候选人的一些政见 当然你可能会很生气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比较鼓励 就是真的没有办法避免 没有办法让自己冷却 那你至少再初步先选择 跟你同样立场 或者是接近你支持候选人的一些新闻资讯来接收 第二个是理 理智看待一些不同立场的政党或者是候选人 因为每个政党每个候选人都有不同的立场跟他的想法 也为了要生存发展 所以他们一定会说他们有利的一些刺激或者讯息 那如果您在听的过程中 你可以去听听看哪些他说的是真的 你觉得还不错 那如果哪些你觉得不以为然的 其实你就把他从幼儿境做出 就不必太在意 那第三个是心 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心情平定 愉悦 比方说你如果在看新闻的时候 你很想开骂 那也没关系你就开骂 那开骂完了之后 如果能让你的心情平静一点 那也是好事 那我也有时候也跟这个当事人 有选举政后群这一类的个案讲 那你真的如果对着电视 你要开骂 你要说话 那你就说 说完你会被心情好一点 他如果说会 那你就说嘛 那只要不会影响到家人 或周到的人就可以 也就是说要找到这个发泄的管道 对不对 是是 因为您能够保持心情平静是最好 不能就先宣泄嘛 宣泄完了他也是平静平静嘛 是可是在台湾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一个家庭里面 不一定都是支持某一个候选人 或同一个政党的 所以呢 当你在家里看到新闻 准备要宣泄的时候 可能你家里头另外一方 就会听得不舒服 然后呢 最可怕的就是双方开始交战 在家里头就起了口角 是是 这个当然是会常出现的现象 我就曾经有看到 有一个亲戚 他就因为跟他自己的家人 支持的政党候选人不同 然后看这个电视新闻的时候 就开始互相口角 然后甚至会说以后都不要进我的房间 这么严重 对 然后甚至说跟他的家人说 以后你们的小孩就不要叫我叔叔啦 或者是伯父啊等等 断绝亲戚关系 对 这个好像有一点是六亲不认了 是 就想说A选举有这么严重 到要断绝亲戚关系吗 是 这个就是选举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是啊 所以我比较会倾向你说在家里面 如果有遇到支持不同政党或候选人的家人 那比较是在一起 共同在一起的时间 尽量不要去看跟选举有关的新闻 或者是一些刺激媒体等等 那家里现在有两台以上的电视 其实应该是还蛮多的 那也许也可以就是分开看 那当然我觉得曾经也知道也有太太在楼下看电视 先生可能是在他的楼上或者是他的房间看电视 这个也有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尽量采取 就是不在一起看电视 不在一起讨论 不说 不听 不看 还有多想想看 您值不值得为一个陌生人 这个候选人可能对你来讲是陌生人 值不值得为一个陌生人 去跟家里产生这么大的冲突 所以我看到那个亲戚虽然发飙完了之后 他事后还是有跟他的家人道歉 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想到他们对他都很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 对啊 因为选举也只是一时的嘛 然后选完之后 大家其实就是一家人啦 可必为了一个所谓的陌生人 炒得家庭失和 是 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个五个口诀 同理性应对 对 对 同理性说完了 那应的话 其实就是应该的应啦 就是我会建议多运动 然后多重视睡眠 强迫自己 关电视 关 广播等等 那多去参与这个户外活动 应该让自己保持比较正常的生活作息 那对的话就是 我会比较倾向于 就是说 对于一些不同立场的 那个亲友或家人 尽量采取比较 这个包容的态度啦 就是说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 他如果想要多说一点 你也希望他心理健康 你也希望他不要生病 甚至引发攻击的行为嘛 或者自我伤害的行为 那你就 也不要太跟他计较 应对 就可以比较得意 所以同理性应对 这是我认为 泰国狂热的选民 也许可以参考 谢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访问到是高雄师班大学 资商心理与附建资商研究所的所长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资商心理师 全联会的理事长 徐熙森 徐所长 那所长 我们谈完选举 其实刚刚讲了很多 就是一般人的心情 会随着新闻 而有所起起伏伏的 那在最近 你们也做了一个 最新的调查 就是选出了 影响 这种国人罪剧的前十件新闻 所以这什么样的新闻呢 是不是也趁这个时候 我们请搜场来跟大家聊一聊 在去年度有哪些重要的新闻 真的影响到大家的心理健康 好 谢谢你 资商心理师全国联合会 他从2013年票选 影响国人心理健康的十大新闻 他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说 能够帮助促进全民心理健康 能够大家都重视心理资商 运用智商心理师的资源 同时我们也关心这个社会 希望能够落实心理卫生的工作 那以今年 就是去年2015年票选出来的结果 十大新闻依序是 八仙热言粉尘爆 那第二名是网路霸凌女性自杀 第三名是复兴航空空难 第四名是校园随机杀害女童 第五是伊斯兰国的网页 出现跟台湾有关的一些讯息 然后第六名是反科刚围调事件 那第七名是高雄医学大学的两位学生 这个情杀双亡 第八名是家庭照顾压力的 引发的一些悲剂类的新闻 第九名是死安的相关新闻 第十名是受刑人加持典狱长的事件 最后全部引胆自杀 这十大新闻 好 这听起来 左长你刚刚很快速的讲了一遍 可是我整个脑海又浮现了这些情景 当时我们在关注这些新闻 那心情不开心的心 马上又开心又回想起来了 是 没错 我想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是一个资讯发达 社会开放的社会 那原则上人跟新闻之间的刺激性 关联性一定是大增 换句话说 即使在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 那透过新闻传播 我们都会受到影响 那影响到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 心理感受 还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信念 比方说我们对人生的看法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或生活 那所以我常常说的 从这些新闻可以看得出来 个人的心理问题 它同时其实也是社会问题 家庭问题跟校园问题 那以这一次的十大新闻来讲 我们发现到是没有天在 2015年 去年民国104年 事实上这十大新闻 影响心理健康的新闻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天在 大部分都是可能是跟人为因素有关 比方说因为没有三尽职责 造成的一些遗憾事件 比方说网络的资源 然后被滥用物用 或者是一些特定对象 不同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的攻击 或者是人际之间的一些冲突 情绪失控所引发的悲剧等等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 常常影响我们心理健康的 大部分是人或比较多于天在 是 所以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看到这样子零零总总的新闻 也影响到心情 那有些人就是说 干脆把电视关掉 但是如果从一个更专业的角度 我想所长你也给大家最后来点建议 是 我想电视 有时候虽然会引发我们负面的情绪 但是我想电视或新闻或广播 基本上也可以传递我们更多的讯息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有重心 甚至让我们得到快乐 这个舒服感等等 那所以如果面对这种 电视新闻的话 我比较会鼓励大家就是 还是要有选择性的去看 然后选择性的去解读 那透过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期待呼吁政府 跟一些传播媒体 尽量能够平衡报道 然后能够多多的提供心理健康的资讯 比方说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同时 悲剧的事件 那我们是不是在新闻报道上 能够提供一些输压 或者是一些能够自我调试的一些方法 那另外当然我们也期待 就是整个社会 对于这种负向的事件新闻 我们尽量能够用平常心 来看待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 总会有一些气息落落的一些现象 那包括像经济不景气 不会永远都经济不景气 那这个台风啊地震 也不会永远都是台风地震 我意思是说 在任何的危机的当下 我们如果能够坦然面对寻求资源 比方说你发现到 你或你周遭的人 已经有一些身心不适的现象 那就鼓励他去找人说一说 改变生活习惯 多看一些比较愉悦的一些资讯 那更重要的 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找 像智商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来协助 对因为像现在有时候看到 跟自杀有关的新闻也都会在 新闻画面里面看到防止自杀的专线 如果你真的看的心情不是很好 也是可以透过这些免费的电话 寻求专业协助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访问到的是 高雄师范大学资商心理与附建资商研究所的 所长徐熙森 谢谢所长今天跟我们的联系 谢谢所长 谢谢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 也谢谢大家 祝福各位 谢谢